能够为将来做好准备 就可以应付变化 但对于未来的事 你又知道多少 今集《倒在人间》 我们请来两位嘉宾 和大家分享一下 人如何预测未来 欢迎我身边今集两位嘉宾 分别有黄承益博士 和彭云基博士两位 上一集《倒在人间》 两位和我们聊得很开心 关于中华占卜文化 说到它的起源和原理 今集有没有预计 你们又会上来和我们做节目呢 其实我们真的没有预计会不会上来 现在你们的贵台随时叫我们 我们也很乐意、很欢迎 上来这个节目, 大家分享一下 谢谢你, 彭博士呢 有一句话很重要的 就是 彭亦缺疑, 不疑何彭 你们请我们很实在的 我们很开心会来的 我们不需要彭这些东西 其实占彭除了有些事 已经是很明显的了 你自己很有把握之道了 很清晰的了 就是不要彭之外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原则 或者有没有什么禁忌呢 彭卦呢 首先最紧要是要诚心 问那件事就一定要正面 不要负面 什么叫负面呢 好像赌博呀 做一些不好的事呀 那比如你想着说 有些事我想说 那个人我弄一句好不好 那这些根本就不可以去彭博的 是 那我们彭博 一定就是要很恭敬、很诚心 那去预测一件事 将来的结果是怎样的 是 是 还有呢 如果你彭博的时候 同一件事 不可以彭博几次 嗯 就是一件事 其实彭博一次就已经很好了 不是 就是告诉你 当你彭博成心彭博 但是如果你本身再三再彭 其实是有冒犯一种的神明的一种意识 因为同一样东西 你彭博那么多 一次告诉你 给你一个启示 是 那会不会说 一知卦呢 也只可以问一样东西 是 因为有时候有些人 可能都是大部分是感情问题 就是可能 都不知道选谁好 或者是 不知道接受哪一位的追求好 那就问的时候 就好像不太清晰 是否不行 是 比如假的一个比喻 是 如果一位少女 认识了三位男孩 A军、B军、C军 是 那三位她觉得都是一个对象 但是不知道选择哪一位 那她就可以去起一次挂 问一问究竟选择哪一位 那首先呢 我觉得她就应该是 开始先颇A军 那一件事就问一样东西 就不要一次过问 三个哪一位好呢 是 那如果那支挂显示出来 你觉得A军是很适合的 那就不需要再去问第二件B军 或者第三件C军 那这个道理就是这样的 嗯 就是所以呢 博卦也是 就是跟感情试一样 那么花心 要专心一点去做这一样东西 那另外呢 又想问一下 就是其实所谓的占博 博卦 是不是只有一种方法 还是有很多种不同的方式的呢 其实占博就有很多种方法的 那就根据我们的占博世的记录 就古时就是用一个叫做私草 那到因为私草那个过程呢 就太过繁复 和时间上是太过久的 所以就软变到呢 就今天就叫做金钱卦 也有呢 用另一个方法呢 就是邵康节的呢 就叫做梅花液素 那梅花液素之中呢 是用了那个时间啦 还有有些是用那个子啦 有些是用了一个竹机啦 那以目前来讲呢 最普遍呢 都是用那个叫做金钱卦的 既然有这么多种方法 不如就讲最普遍的那种金钱卦 那我们有需要什么准备呢 是我们古时以前卜卦 就是用古钱的 就是好像这些这样 是啦 没错啦 那大家看得到这个古钱 就是清朝康熙年代的 看得到它有一个圆形 而中间就有一个四方位 那就是代表天元地方 是代表一个宇宙的 那但是现在也很难找 这么矜贵的古钱的 所以来讲呢就由于很缺乏这些古钱 是 我们呢就是用回现时流行的货币 就港币一元 那个一元银呢 我们看得到那个面 阳面呢就是那个阳子经花的 嗯 所以我们可以用阳子经花就代表那个阳 那个字呢就代表那个阴的 那用多少个呢 我们每次呢就是用三个来熬一次 那我们需要连续呢就是熬六次 就成为一个卦的 嗯嗯 那那工个也知道了 那实质去进行的时候呢 是哪一个人去执行的呢 就是想问事那个人呢 要是帮他就是占卜的有一个人 选会比较好一些呢 最好呢就是 问事个人呢 自己去执的钱 就一定要心诚啦 那假如问事个人呢 他不是方便去执钱呢 那是可以由代装卦那位人士呢 就是去帮他去执的钱的 不如这样吧 我们就用一个实质的例子呢 去试一下这个问卦 因为现在呢 很多家长都很关心子女升学的问题 那其中一位呢就问了 就是他的小朋友呢 就是子女将会升纵了 结果是理不理想呢 那他就用三个铜钱这样 第一次呢就执出来了 那看来呢就是有阴有阳的 那但是博士尔 我们就是凭这三个铜钱的面 怎样去装卦呢 关于装卦呢 我们是用了三个铜钱 就摆在我们手掌的心 那就成心呢 就是摘在桌面 那得出来呢 看得到一个个咬 那譬如说我们是看得到 第一咬呢 就是两个阳面 一个阴面 那我们就称之为阴卦 也称之为笑阴 那我们就在装卦呢 我们就要由下面最低的那个 来装开始上的 那一个卦是有六个阳 所以呢我们就摆在桌面 那方面的 那就继续呢 我们又去摘第二次那个铜钱的 那第二次那个铜钱呢 我们摘到出来呢 一样是看到两个阳面 一个阴面 那所以呢我们也是叫它做阴咬 那因为阴卦呢就是多阳的 那我们继续呢就是再去摘第三个阳 这次出来的那个结果呢就是说 看得到呢就是两个字面 一个阳面 那这个呢我们呢就是叫做阳卦 那因为阳卦呢就是阳咬呢就是多阴的 那我们需要连续呢就是熬六次 就成为一个卦的 那所以呢我们得出来的那个 绿咬的结果呢就是上咬呢就是一个坤卦 下咬呢就是一个近卦 那分呢就是代表地 近呢就是代表山 在六十四卦之中呢 地山呢就是代表牵卦 那有时我们听到呢 有些人就说话就说 嘿这件事都决定了了 不要再变卦了 那其实变卦又是什么意思呢 变卦呢 因为这次呢就很幸运了 就是六咬之中呢都没有一个变卦 那通常来说呢就这个机会率 都不是这么多的 因为你如果那个咬没有变呢 那这个卦呢就代表都非常之好的 就是你的诚心度呢就非常之正确的 那现在变卦来说 假设我们在第三咬 我们现在正确呢 我们是预计到呢就是一个叫做阳卦 那现在阳卦我们在那方面 第三咬我们预计到呢就是三个音 就是三个字的呢 那那个呢我们就为之叫做变卦 那解读那方面呢 其实我们就要靠那个逆经的六十四卦里面呢 就那个叫做卦词 还有一个咬词 最好的卦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一个咬都有吉凶的 是 但是只有这个牵挂呢 所有的咬都是吉的 是 所以呢 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也形成了呢 就是我们中国人其中一个品德 就是要谦虚 是 所以我们有的呢就是谦受益满朝旋 嗯 那我想问一下了 就是这个小朋友呢 他是不是本身呢 成绩都不错的呢 也是条件很好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 他可能会形成了一种的傲戏 是 或者自满 没错了 那这种呢 就是在学业最大的一种障碍 所以牵挂 就是说如果你能够可以 能够保持到这种谦虚 学习 听别人教的话呢 你就一定成功了 所以为什么牵挂里面呢 就是里面的咬词很清楚的 他就说呢 牵牵君子 就是来自这一道的 那他的咬词 他的咬词就是 谦虚 谦虚就是谦虚 谦虚就是谦通 又君子又忠 那于是你的结果呢 一定是好的 嗯 其实问卦 问卜呢 就是里面 都有很多大道理 我们可以吸收到 谢谢啊 而且呢 我想问一下了 就是对于占卜呢 很多人就会觉得 就是听完我们刚才的实例 那就是好的 你就相信了 那就是迷信了 就是可能有些观众 会有这种感觉的 那对于两位博士来说呢 其实你们怎样看这件事 是不是迷信呢 还有你们自己会不会预计的呢 这种感觉的程序呢 就去预测回我们的未来 其实就在这个资料库里面呢 我们是推测到我们将来所问的结果的 就是用一句简单的比喻呢 就好像大家知道香港的赛马啦 有很多预测的那些预测者呢 并不是自己对眼看一看一看 马就可以预测得到的那他都要靠很多资料的那些资料就是 就是说马匹的状态啊 马匹的血统啊 和他的操练的过程啊 和他的往迹是怎样样 就先可以给得到一个预测的 那所以他们的预测是不是迷信呢 所以如果我们用设计的方法来做呢 我就觉得不是说是一个迷信 而是一个很科学化的道理来的 那彭博士觉得呢 善逆者不符 就是当你明白了逆经的道理之后呢 你就不会随便要设计的 因为真的要设计的时候 刚才黄博士说了是要诚心的 而且当你真正面对这个困难的 才去预测的 所以我们经常说 预测以缺疑, 不疑何预测 所以在这个《易经》里面 其实包含了宇宙万物的自然规律里面 而它本身给你一种启示 因为它所能够包含的智慧里面 给你平时的经验 和你自己本身的学样有限 所以它能够给到一些新的启示 整个角度给你看 所以这是一个启示 而不是说一定要这样做 不是的 所以现在普通人 那些人就觉得 设计完之后 是这样一定是说 不是的 我命由我不由天 这个是用来参考的 而真真正正的 那个智慧是你决定的 所以所谓迷信 那些人就说 迷信就是因为那些人完全不明白 他自己应该要决定的事 自己不想 就让别人这样 又说他说这样 我听完他说了 这就是将自己应该要决定的事 给了别人 这就是迷信 还有还有愚昧 今天两位博士 不代替大家的股钱来 带了很多钱到我的袋 多谢两位的分享 如果观众对于占卜文化很有兴趣 也很想和两位博士交流一下的话 在未来七月就要留意了 两位博士也会举行他们的讲座 留意一下待会认光博上的资料 下一集到在人间再见